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封城秀集,我是Yoshi 今天是1月25号星期一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美国的房地产 最近美国的房地产跟台湾一样是非常的火热 火热到什么地步呢 基本上你的房子只要稍微好一点 然后装修了稍微漂亮一点 基本上呢一个礼拜就可以签合约了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low interest rate 然后还有low inventory 那到底是怎么样造成今天的这个趋势呢 那我们需要从去年2020年开始说起了 去年2020年的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房市是还是维持一般算是正常的 那到了3月的时候开始所谓的COVID-19 开始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开始很多人就不敢出来买房 然后呢相对于的卖房子的人也意愿也是减低很多 因为买房的人要来看房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感染吗 所以呢就变成说卖房的相对也都减少很多 这个情况呢从大概3月中开始持续到 到6月中第2个季度来讲的话 整个房地产的行情是非常的不好的 到大概6月底7月初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一些买房的人开始回流了 那这个时候呢卖房的人呢看到情况 那也开始增加了卖房的意愿 所以呢大概从7月初的时候开始买房跟卖房的交易也就开始慢慢慢慢的热闹 到了8月9月的时候呢 开始就比较回复到我们所谓的比较正常的交易的情况 接着呢到了10月11月12月的时候 通常一般来讲都是我们房地产所谓的比较淡季的时候呢 反而去年整个年底情况是非常的不同 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第一整个interest rate是很低的嘛 然后再来第二就是到年底的时候本来房子会出来的inventory就会比较少 但是呢那个时候想要有意愿买房的人还是很多 而且大家也不知道说到底政府什么时候会再把interest rate往上拉 所以变成就是说大家都想要趁着interest rate还低的时候呢 赶快抢房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演变到今天到今年2021年的年初的时候呢 抢房的情况呢还是依旧存在 然后到今天为止就会变成有所谓的公布需求的情况 我们可以从这个NAR的一个图来可以看得到 其实从2019年的12月整个美国的房地产的趋势图 就是大概从2019年的12月大概美国市场上交易的房子大概有553万栋 然后呢到了去年的我们说2020年的去年2020年的 12月的时候呢已经增加到了676万户左右 整个2020年跟2019年的比较呢大概就差了120多万户左右 那表示房地产的整个市场是有比较热络的 从这个图上可以大家可以看了一下呢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 其实从去年3月中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得到说 整个房地产的交易量有下降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很紧张嘛 所以呢从3月开始下降到5月的时候大概是最最低点 然后呢大概6月的时候呢 就开始慢慢6月中的时候那就开始恢复比较正常 那等到7月8月就回归正常 然后到最后一个第四个季度我们所谓通常的淡季的时候呢 反而交易量是比较火热的 我们如果从价钱方面来看的话呢 从2019年的平均美国整个整体的房价呢 从2019年的27万4500呢 涨到了大概2020年的30万9800 那这个涨幅呢大概有12个percent 其中涨幅最多的是所谓的Northeast 就是所谓纽约那个部分 那那边的部分呢大概去年的涨幅大概有 跟2019年比较的话大概有49个percent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所谓西半部 就是大概是California这边的话 Seattle这边的话大概是14个percent 表示整个房地产的交易量的话 以去年来讲的话 虽然一开始有受到pandemic的影响 但是呢到整年度来看的话 整体的房价还是往上筹的 然后呢再加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因为整个市场的interest rate的低的关系 所以呢整个市场变成 大家都就有变相像是在抢房的情况 所以呢整个交易量呢 从原本的市场上需要41天来平均来消化一栋房子 已经变成21天就可以平均消化一栋房子 这意思就是说通常呢我们把房子丢到市场上 你通常要41天才能把这个房子卖掉 去年的平均的话变成你只需要21天 就可以把这房子卖掉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速度大概减了一半 所以就变成说整个inventory下降的速度很快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2019年12月的时候呢 市场上所谓我们所谓的inventory 就是市场上有的房子呢 大概是139万户到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呢 市场上的房子大概是只剩下了将近100万户 不要表示交易量是真的真的非常热络 当然我们一讲到房地产呢 就跟每个人的财务有关嘛 就是你今年一定要存购一定的钱 然后有稳定的收入的话 你才会想要买房子嘛 表示说这个经济一定要是不能太差 大家才会有多余的钱来来买房子嘛 讲到经济的话 我们第一个就会讲到什么 就是一定是股票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可以开始来看说 其实呢 大家最近一直在讲说市场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泡沫化 所谓的bubble 那其实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的话 我们当年说2000年就是所谓的.com的泡沫 那个时候泡沫的时候呢 大家所谓的overvalue大概是已经到了164% 那可是到今天2020年为止 这个percentage已经到了184% 算是我们过去这个100年以来的最高标了 以这个数据来讲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现在就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泡沫 很大的一个泡沫 可是讲到这个的话呢 大家要看一下 当年2000年的时候的interest rate 平均的一整个年度的平均interest rate 大概是8% 然后呢 可是大家看一下今天平均interest rate多少 大概3.1% 这是average 差了5% 就简单的就是差了一倍 所以就是变成说 当年的股价overvalue这么多 可是呢 当时的interest rate是大概around8%左右 今天呢 虽然说他的股价value overvalue已经overvalue到了大概184% 但是呢 他今天的interest rate是我们就说3%好了 这个interest rate跟股市不一定是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呢 也就是因为一直interest rate这么低的状况呢 就会造成说很多人有多余的钱的时候 他或多余的现金或是多余可以做杠杆操作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操作到股票里 这个文章这边呢 他们也有剪到调调说 即使现在的市场上是所谓的我们所谓overvaluation 就是overvalue超出他并有的价值 但是呢 因为现在的interest rate实在是太低了 那低到有些我们所谓的很稳定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很low interest rate 就是比较没有risk 一些投资呢 像treasury啦 像CD啦 我们所谓的公债的部分的话 他那个interest rate 已经到来到0.0几 这样基本上你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return的时候 大家只要有这个闲钱 还是会愿意把它丢到 就是return比较高的股票上面 那基本上在过去一两年 你只要投资在股票上面的话 基本上不要说一两年 你过去十年 只要是投资在股票上面的人的话 基本上你都是赚钱 所以呢 以这样来讲的话 到底市场是不是真的我们所谓的overvalue呢 这个我觉得就很难说 因为现在市场上的interest rate 它就是这么低 然后现在房价虽然说比当年2007年还高 可是2007年那个时候interest rate 大概是6.3 去年的interest rate大概多少 3 所以大概差了一倍 所以即使说就算说今天的房价比较高 但是相对的你的interest rate比较低 所以大家其实能afford的payment的话 其实相对的并不会比较多 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 大家去算那条数的话 就会发现说 其实那这样跟我租房子的话 还是差不多的话 那我只要存购我的所谓的当payment的话 那我就愿意买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现在人的话 他们也是从租房子开始 他们开始可以愿意买房 那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呢 其实呢 只要你是我们所谓的有自住的需求的人的话 你现在不管什么时候买 你都是可以买 因为你只要不要把投资的角度放进去的话 那当然如果你是以投资角度的话 我就会比较建议说你可以先还一还 因为现在的房市房价是真的是很高的 那所以呢你现在下去投资的话 投资报酬率并不会这么好 所以呢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讲 我会建议投资的朋友呢就可以等一下 自住的朋友的话就可以慢慢看 然后看到喜欢的话再买 也不用说也一定要说 一定要去看到一个房子 一定要去给人家竞价或什么 当然我觉得合理的竞价是一定要的 譬如说你这种房子你真的很喜欢 那譬如说你就 譬如说有时候over asking 你就大概多加个一两万 我觉得都算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说一次加个五六万六七万 然后十万这种 我觉得就是有点out of control 我就不觉得我就不会太建议 所以呢还是要看那个物件 然后看你对多数物件的喜欢度来讲 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现在呢市场上可以看到 很多房地产agent说 哦我的listing啊多快多快就卖掉 啊come on拜托好不好 现在市场上呢即使是一个amateur amago或是屋主自己出来卖的房子 只要他的condition不错 他自己都会卖 并不是这个agent或是这个人多厉害 他都会卖房 OK 所以呢大家请不要被一些市面上的一些 宣传或是flyer看到说 哦我们公司卖的房子多快多厉害 怎么样 基本上你现在只要找任何一个amateur agent 你叫他去卖 他都可以在一个礼拜里面 你的请当然 condition是你的房子状况要OK 然后你价钱不能随便乱开太高 你基本上你的房子都很快可以卖掉 当然想卖房子呢 现在我当然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因为现在市场真的是非常火热 那想要买房的朋友呢 那自助的朋友呢 可以慢慢看 看到喜欢在出手 那投资的朋友呢 那我就劝你们稍微先等一整 然后再观察一下市场 因为再怎么样 现在股票市场跟房地产市场 都是比较偏高的情况下 所以呢 还是要最好是先观察一下再出手 那今天的房地产的专题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那如果喜欢我的content的朋友呢 请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你的小铃铛 然后呢 对我的content有意见的朋友呢 请也麻烦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咯 拜拜